歡迎Robin和Alex來到我們JAM IN THE ROOM 歡迎大家 -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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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 首先可否介紹一下你們的新歌? 其實Sparkling Wine這首歌 也是一首很feel good的一首 是一個disco Retro,即是80年代的曲風的一首歌 其實我和Alex認識了10年 之前是同公司同年的新人 - 很暴露年齡 - 但是呢 Pony Cut了 - 哈哈哈哈 - 但是因為自己在兩年前開始的Indie生涯 就發現自己是很lost 很多東西都不懂 那段時間就已經知道Alex已經Indie了一段時間 然後又說我們catch up一下 都想看看你音樂那條路 你現在怎樣走 我們都一起經歷了很多事情 在之前舊公司 那就衍生了說我們一起jam歌 然後一起寫歌 那就jam一下他就介紹了Jordy 就是我們這首歌的監製 那就 然後就由他那裡 他的身上也都reference了一些 就是南美拉丁曲風的一些歌 嗯 那就想把它fuse在一些比較content 一些Electronic的一些Beats上 那就變了今天這首Sparcling Wine 那這首歌其實就是很 就是其實是很不用想那麼多 就是It's a crazy world 但是我們可以have fun 就是喝杯酒 然後就跳舞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 就是音樂上是一個很不同的 就是嘗試 嗯 我可以唱吉他嗎 唱吉他嗎 哈哈哈哈 有沒有吉他 哈哈哈哈 那原本是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 那原本是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 waiting for the summer something like this 就是一些正常一點的歌詞 沒有什麼特別 又不是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一些正經一點的lyrics 正老一點的ly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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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今次這個合作 就真的是一個3-way 即是Robin 我和我們的監製Jordy 即是我們每一個決定呢 就是我們三個人要ok的 即是如果有兩個不行 那那個idea都會ban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有很多idea 他們很快就ban我的 很多很多 沒有啊 我有很多的 那什麼 你們不記得 可能他們都不記得了 我有 你說吧你現在說吧 我們ban了些什麼 例如 例如 我們的outro的verse段 你想改了什麼 有加歌詞 但你們不讓我 例如是這個樣子 例如是這個樣子 即是如果我們聽那個arrangement 我們有一個outro一段 其實Jordy其實很creative的 拿了一些Robin的vocal 但她是用了很多 就是一些editing的手勢 twist了它是沒有字的 但是那個 她說的那個聲音很好聽 還有 somehow她剪這個 沒有意思的字 是很fit到那個音樂的 但anyway 我就想加一些 可能一些比較 歌詞 歌詞的 搞笑一些 或者有fight for 即是寫過一些我覺得 很好笑 你記錯了 是Jordy 不ok 我什麼都沒有說 是 okokok 不關她的事 不關這個事 他人家剪得這麼辛苦 但 okok 原來是這樣的 okokok 所以說回 很多時候我們寫這首歌 就真的 是跟 我當你自己寫這首歌 其實有時候你會想很久 跟著就 其實都不知道那個東西是good or good 但就 如果一班人一起做 那件事很清晰的 是work or not work 即是很快你會知道 okok 這個不 work 不 work 如果每個人都好像有點興奮 就一定是選那個 原本是 something something waiting for the summer 但之後 有一次他唱完 然後 我們那個鼓手 聽錯了 Jordy 你在唱什麼 我只聽到 Naked in the sauna Did you say Naked in the sauna Did you say that Robin? I'm like No 這樣 很快就 Yes! Yes! That's the one 我們一定是要這個 對 這樣 所以 我們出現一點 但其實如果 譬如認識我的 音樂一直以來的 粉絲 他們就會覺得 為何 Robin會做這樣的事情 本身是 就是我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 是很破格的 不是 我也有一點掙扎 就是擔心說 出到來 就是 自己的fans 可能接受不到 但之後就 之後就 就是 overcome了 那樣東西 就是可能 大半年的時間 用了去 就是 慢慢去 就是 調節自己的 心態 就是其實 現在 的聽眾 其實接受能力高了 喜歡聽的東西 又闊了 比起 我們 就是初初 出道的時候 那所以 就是 可能我之前是比較 acoustic singer songwriter folksy 或者就是 easy listening acoustic 那些 文青行 對 很小青 那我就設了一個小青身框給自己 是 但是 其實 是 真的因為有alex 有這個collaboration 嗯 所以就衝破了 一些東西 是 挺有趣的一個experience 其實你as a artist 就是 我都 出了 就是 有 現在有十年的時間 其實 一開始 由一開始 很順 到到 開始有 極毀 到到 可能 突然之間 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東西 停了 但是其實不關你的事的 或者有些 突然之間有些politics 就是 無論是公司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 每一個藝人 都會自己 有一些幕後的一些 經歷 但是 就是因為有這些經歷 你就 可以 令到你繼續去reinvent 你自己 還有一路去 勇於去 就是 繼續去脫胎 換骨 或者繼續去好像洋蔥 給更加多面 的你自己 給別人看 其實 然後 你從中 會發掘更加多的 Who am I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是做這一行 你是一定要 face to face 這個問題 就是 Who am I 就是 其實一直都在 evolve 嗯 無論你去到 就是 career 哪一個stage 多少年 你都要一直問你 自己這個問題 一直要 expand 你那個 你那個面向 嗯 人家才會 更加看到完整的你 所以我覺得是 很開心 可以 有這個 有這個機會 去做這件事 嗯 雖然我又真的 struggle了好久 就是因為我 寫了我自己的 part的時候 就是 verse pre-chorus 嗯 其實當時是 inspired by 因為 Wave 5 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那第一句就是 就是 Nothing else other than Music and Moonlight 就是其實是 好 好 就是 Because nothing else is going on 嗯 嗯 跟著就 It's a mad mad world It's a mad mad world 跟著 跟著 就 衍生到 就是 反正都 什麼都做不了了 那我們就 喝一下酒 開心一下 怎知道 去到他那個verse的時候 他就 就是 哈哈 他那些 lyrics 就 那個尺度就 開得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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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我就真的嚇倒了 但是我又覺得 就是 就是 也都是因為 每一個turn 都好像都有一些 新的東西 新的驚喜 新的挑戰 令到我可以 expand我自己的那個who am I 對 就是 香港做任何的creative 就是 永遠都是少少是 你是做cater for 某一個市場 或者一班觀眾 就是 是少少是 我想煮一碟菜 是 我當作一杯咖啡 你是很容易喝的 但是有很多咖啡 其實是 不是咖啡是不是最好的analogy 但是 有些東西是 你是要 挑戰一下你的觀眾 或者你要給一些東西 就是 如果你說 Jazz 也好 其實很多東西 其實我也聽不明白的 但是 因為你聽不明白 可能是令到你要做多少少 功課去study 這件事 原來 那 原來他們在玩著 不同時間的東西 我只是 我沒有概念 對於這個時間的東西 我沒有概念 so that's why 我不懂得欣賞 但是 就 就是 很多時候 不知道 是不是現在 就是 香港 好像 我們做creative的人 就沒有什麼空間去 真的做些東西 是大膽一點的 或者不同一點的 另類一點的 但是 好像 剛才Robin說 可能現在是一個 新的 開始 是不是多些空間 讓人家 創造的人 去發揮 我覺得 也是 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出現 也是 因為 以前做過 你都要有一個 正確的 錄音室 就是要進來 對 但是現在很多都是自己 進入電腦 有些 iPhone iPhone 都用到 就可以錄到 所以這件事都不錯 我想問一下 現在已經 進入了這件事 如果遲些 可能還有些 差不多 Cardi B 對 你OK嗎 我覺得 Rap OK 但是Rap的內容 我覺得 都不會去到 W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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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段距離 始終都做了媽媽 但是 我覺得 都是一個 就是 我覺得 還有很多 可能性 音樂上 我還沒探索 或者我自己其實有 但是 我還沒放出來 被人看到 下一件事想挑戰 是什麼 問題 你已經想好了 差不多 我覺得 其實 我 之後 我都會有一首 中文歌 我會推出 那 那一首歌 很搞笑的 都是我要喝酒才錄到 因為有一個爆高音在裡面 那首歌是我跟Tima一起寫 我們很多年的朋友 那 那 監製Tima 他就 我寫了一個top line出來 然後 他說去到 chorus 就是最後那個chorus 他覺得應該有一個位是 爆上去的 那他就想 不如是那個音 然後我就 蛤? ok and then and then 但是我們就是一邊喝酒一邊錄 那我其實 其實 我也 之前 可能和音 就是Robin和Candy很多和音 都有上過那些音域 但是自己solo一支箭上去 真的沒試過 What note is it? It's like a G 你知道女生的音域嗎? Yeah like I think it's like a G G6 F-Sharp G6 F-Sharp 是 見過走過 kind of open mind 的一個狀態 嗯 一經過這次 就開始 越來越多挑戰 你是不是 嗯 糟了 我們好像是這樣push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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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是 我覺得最重要是開心 之前做的事情是想太多 嗯 就是很多之前出的solo時段 開始出的歌 可能 因為多了一個自由度 在這裡做indie 或者沒有公司 你多了一個自由度 去講你自己的故事的時候 之前就出了一批歌 是可能是真的 心路歷程一點 就是來心世界 或者家庭 或者沒有愛的東西 嗯 但是真的去到我覺得現在 一個新的階段 可以寫一些新的歌 所以我可以真的 explore多一點 就是不同的 topic 嗯 講起跳舞 哈哈哈哈 你覺得怎樣 可以嗎 我們問回你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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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說說你 學那段舞的過程 哈哈 是怎樣 是不是很艱辛 這次 就是for sparkling wine 這個MV 整個主題是 就是少少懷舊70年代disco 是的 Saturday Night Fever John Travolta 那個Bee-jees 那個風格 那 就 就是 本身這首歌 是 就是擺明是 搞笑的 是玩的 就是當然他的編曲 是型的 但是 那些歌詞 整個Vibe 都很Party Film 就是 如果整個MV 都不停 形形形形 都很悶 我們這次的導演 Tim 就 他去 就是聽完那首歌 自己做少少 research 就找回 以前70年代有套戲 都是有John Travolta 就是 他們在那裡跳那些80年代的Aerobics舞 就是那些少少 就是work out 跳舞style 那些舞步 那他就問我們可不可以跳 因為其實都挺低能的 就是那些 就是好像很 呃 因為那些movement 很多是那些 扭下腰啊 少少 就是 就是 是不是在跳呢 等一下教你們跳 我沒有問題啊 OK 你們要跟著我跳 你越尷尬 我要想我來跳 我馬上來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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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Tim就問我們可不可以跳 因為他都有找了一群舞蹈員 那麼 原本我們不用跳 我們馬上去跳 因為他覺得 可能我們 想跳呢 會不想 就是覺得我們 處理不了 或者我們會介意 嗯 但是在最後 就好像 我就舉了手 跳的 哦原來是自己 自己自電話要的 他是什麼都可以的 然後他就要跳 他 是啊 那我就迫著他 哈哈 但是 就是他什麼都可以 就是他是一個chameleon 就是他是一個什麼 你把什麼 上去給他 他都是做到給你 就是他之前一些MV 是 都是有一些搞笑風 就是你看完之後 他有一首歌叫beef 嗯 那 是 無端端這個MV裡面 有一些牛扒 這樣掉下來 就是完全是 你會覺得你看完 我看了什麼 但是你又會覺得 他玩live的時候 這首歌 你會覺得很棒 欸 我明白了 但是他突然之間 轉過身 你 就是你又會看到 他是一個 就是 很classy 穿西裝 拍一個賣餃子的廣告 哈哈 他是什麼都可以的 所以我是沒有擔心過他 是carry不到任何東西 他什麼都carry到 就是我們性格都很不同 就是如果用回剛才的Bunch 就是Robin是 邀出去 我是 我是 嘖 有時候都不好的 因為有時候我沒有想太 就是我要想清楚一點 你要 你有後悔過做任何事情嗎 在這一行 我覺得是 沒有後悔 但是可以做得好一點 嗯 因為太心急 或者太 就是想不想 就衝了出去 如果可以計劃多一點 可能好一點 就是好像 以前 就是那次你來Fish Tank 或Studio 那有一年 我很有空 做了很多video 那我也是挺隨便 做很多那些 就是thumbnail 那些東西 可以好一點點 就是有一次我為了快 就是 所以這次我們的合作都幾 平衡的 他有那些東西 我沒有 可能我有那些東西他沒有 那就互相 中和 是 是 還有你是早了一天 這首歌 放了一首歌上架的 哈哈哈哈 是呀 是呀 一天 哦 早一天 哦 是呀 他說 他說 我們出這首歌是 什麼 22號 凌晨 嗯 那 那 很困難的 就是22號 其實不困難 就是 半夜12點 就是另外一天 21號 那我設了 對呀 我設了什麼 你設了21號 但是 其實我有 譬如我平時 一些MV我自己剪的 那我會剪了 就是Spotify的Canvas 剪了一些T-shirt 那些T-shirt就會寫 就是New Song Coming Soon 日期 然後 就發覺 咦 已經出來了 出來了 然後我臨時剪一條T-shirt 就是說 Surprise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已經出來了 就 就 說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 Sparkling Wine Bottle 什麼時候爆發的 那就是Surprise 哇 那我就 對呀 我就覺得 這件事來講 其實我們 很是我們星座會做的事 對呀 對呀 一個就很憑感覺 一個就 一個就 太處女了 哈哈 對呀 不要交那些Logistic 給我做 哈哈哈哈 對呀 聽你們說 你們 作這首歌的時候 都是喝月酒的 醬出來 是嗎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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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因為 我們 就是 那一陣子寫的這首歌呢 就是 第五波 什麼都不能做 那 唯一 就是 可以去Studio 去做歌 我都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去玩 嗯 就是很直接 去玩的 嗯 每次去都很長時間 因為 就是 那時候都很悶 但是就 就很 我覺得是一個 Blessing in disguise 就是 我是真的沒什麼做 但是 你可以認真一點去做音樂的 嗯 多些 就是我們每次去都是這樣 我們聊天 那變成 我們大家都很 感覺到大家 現在 喜歡什麼 聽什麼 啊 有些什麼 很有趣的 故事 最近發生 又會分享一下 變成 每次出來是一個輕 比工作 因為 如果你 如果你用 正常的 做音樂的模式 就是 你找一個監製 其實可能他收你 時間的錢 嗯 嗯 可能他也是交功課 查查查查 但是這次真的是一個 就是我們 Lifestyle 去做 我們是想享受 每分鐘 這樣 變成我們寫歌的時候 就 第一次寫Sparkling Wine 我拿了一箱 Sparkling Wine 就是九瓶酒 上去 我們喝吧 那就 噢是喔 這首歌應該叫Sparkling Wine 那之後每一次呢 去Studio 都有Sparkling Wine 所以這樣 對 還會不會有機會再合作呢 我想的 因為 也要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 當你獨立的時候 很多東西是簡單 還好 很多很多 你想怎樣就怎樣 就是這次 我們想合作 是 什麼都不用想 計劃 這個是不是剛剛 那個印象 或者那個時間 現在外面這些歌 是否完全沒有這些計算 你喜歡就可以做 那 就變成 總之 兩個人喜歡 或者覺得 想保持 對 我 我 不是只有Robin 誰想和我合作 我都 我開放的 有時候 我也會在IG 會有些人問 我可以和你 和你 和你 我記得有一次 有個朋友問我 你可不可以 錄一些 Acoustic guitar的東西 在我的track 好啊 為什麼不 還沒做到 但我不介意 我覺得現在 不用 好像 以前的東西 好像沒有那麼多位 給你 嘗試 不同的東西 反而現在 我覺得是 你要挑戰自己 你可以多 out of the box 或者 你可以多 creative 和哪一個人合作 是不是 不是做音樂 是做I don't know 做生意 教一些東西 我覺得 可以這樣想 做些 一些人想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 是的 就是 你這次 這個 這個project 是 你看著Robin 這麼大的突破 你覺得自己 有沒有得到 有沒有得到 或者你看到 Alex 有什麼東西 我覺得 除了跳舞的部分 我覺得 也有 因為我覺得 他這首歌 他 用的 他寫的 那一段 還有他用的 那個 唱出來的 那個位 跟我一般 認識的 他有不同的 一般的他 或者他自己的歌 他很喜歡 就是 他很喜歡 拿那個位 就是那個音樂 那個位 拿得高一點的 但是 這一首歌 監製一聽完 他那個 整個節奏感 整個groove 整件事 他就說 嘿 你試一下想像 你自己是snoop dog OK 你低一個octave 你整個抽東西 你 just bring it down an octave 然後他就試了 然後很帥 我又覺得 是另外一個他 就是 有一種 有一種attitude 而且 也是一個很新的感覺 所以 我覺得 我們兩個 將在一起 這個track 我覺得 我真的 我聽完之後 是 都挺proud 這一件事 還有 我覺得 真的 好玩 就是 我是覺得 這一件事 無論是 無論是 就是 做歌 或者是 就是 一起去讀MV 我也覺得 他其實 不是一個 我想像中 那麼 jill like surfboard boy like go with the flow 他其實都有很多 他自己 其實都是 很有計劃 很有鋪排 或者 他一見到一個機會 就會馬上 抓緊這個時機 或者抓緊這個機會 我們快點去做 剛剛那個場地 可以幫助我們 但是 就是這個time line 所以 我們就 那一下 很快就 將整件事 拼湊在一起 做到這件事 所以 我也看到另一面 就是 其實 阿樂三是 就是看起來 很Yogi 很 啊 很Chill 但是其實他 都是 很有鋪排 做事 也是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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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歌舞 夠不夠高 可以繼續 繼續 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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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in 謝謝 謝謝 沒有 沒有尷尬 我覺得很多人 沒有什麼 看到我這一面 就是 可能 經常都會有一個 對我一個 哦 他也是這樣的形象 但是 可能 就是 最靠近的人 才會看到 那一面 但是 都是 的 就是 我都 有很多事情都想要 或者自己 或者 沒試過 或者很想得到 這樣 就 很多事情都會 推動 可能 我去 行動的方法 就是 出來的感覺 是會 哦 他是一個很 輕鬆的 但是 是的 不是很多人 看到這一面 對 你都很喜歡 這一面 你 其實 你聽到自己 是的 在這裡 就是 經常都在裡面 嗯 那 近年多了 近年多了 是的 小時候 就是 十年前 現在很大分別的就是 但是 十年前 這個 這個 我當 這個 這個 人 都在這裡 這個慾望 但是 可能 小時候 不是很敢 給他 就是 給世界見到他 嗯 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 但是現在 可能大過了 或者 我自己覺得 但是我又 自己開始 indie的時候 要自己 present自己的 product 那首歌 是我的 錢 給你去感受 是很多 變了的 是會特別想 push 或者想 解釋 或者分享 會 會說出來 以前是 我做了 你喜歡 就 你不喜歡 就是 OK 現在會想 就是 煮了點菜 會不會你試一下 或者 開始 你試一下 是的 我覺得 就是 是一個 是一個藝術 和技巧 有些人很懂得 玩這個遊戲 就是可能 我很喜歡 Karnier West 現在他有點 controversial 我覺得他有 他很厲害 懂得去拿 一些話題 或者不同的事件 令到 那件事 去 拿回 他的 衣服 或者音樂 或者他想推廣 那些東西 我覺得這些是 一個遊戲 所以 越來越 要研究一下 怎樣去玩 尤其是現在 Online World的時候 我們要靠 社交媒體 去推自己的音樂 product 要懂得玩 你不一定喜歡 但是 如果你懂得玩 是可以幫到你的 是的 你怎麼看你自己 MV裡面的 你的 或者是 那個造型 那個造型 對 這個很有趣 就是 我去到拍MV的時候 或者 去Style Forever的時候 我已經是 completely embrace 了這件事 其實我跟 就是 導演 Dear Jane Tim 其實都是很多年的朋友 嗯 所以 當是一個好朋友 去粗刀 去做導演的時候 你就會有很多的信任 還有很安心地去做你需要做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就 就是 真的當作玩 還有當作扮演 因為有角色 嗯 那就 就是 都用了勇氣的 但是也都沒有 那個掙扎已經沒有之前 你已經 已經 已經 已經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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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就 我覺得 嗯 反正也是 那就自招一下 當然 對 就是 我覺得 有時候呢 你做了很多年的一個歌曲 的時候 你反而 設了一個框給自己 但是 我就 我就是要 用一些時間去 衝破 那樣東西之後 其實 真的去到拍MV的時候 我就純享 純享 還有 覺得 那件事是 好 I'm just so grateful 因為其實整個團隊 無論是Crew 或者是 導演 或者是來拍照的人 或者是Alex 或者是Alex 那天來探班的人 啊 到我自己 先生 其實大家都是很close 就是認識很多年 大家都是說 哇 Robin 我真的認識你這麼多年 就是 是啊 但是我覺得 就是 真的 放手 去把這件事 那一首歌裡面的精髓呈現出來 我覺得 其實很好玩 是 嗯 那是 自從讀音開始之後 就已經 一錄了那一句之後 就覺得 如果回望回來 沒事啊 OK啊 這樣就 MV裡面 你都是 嗯 那些 其實在骨子裡的Robin 都是一樣 所以你是享受到 Yes Yes 好聰明啊 你真的看穿他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 你說回Jordy 我們的監製說 什麼 不是 因為我就是覺得他 我就經常跟Jordy說 我覺得 他真的把我好像拍開了 好像螢光棒一樣 拍開了我 然後拿到一些我自己 都想不到的東西出來 我第一次介紹 Robin 給我們的監製 Jordy 他那天 就來Studio 找Jordy 就上來 聊了一陣子 可能一個小時 他就走了 然後我繼續跟他工作 然後 接著 我見Jordy 問Jordy 你覺得Robin怎樣 然後他 就說 嗯 Robin 但他 這個Robin 裡面 有一個 wild side的Robin 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小精神 按緊 他死都不讓他出來 噴袋發掘 噴袋發掘 我就說 哈 Jordy 真的嗎 你跟他聊了一陣子 你怎麼也讓你 讓你感覺到 我覺得 也是 你覺得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純粹是 我純粹是 很驚訝 就是他混合完 就是混合了 整首歌之後 我自己聽回自己的部分 還有自己的用聲 嗯 我都覺得 我自己 他highlight到 他 他混合完之後 他highlight到一個 一個 一個 我自己沒有在一個 produce track裡聽過 嗯 一個 那我 我也都覺得 是 嗯 因為我 我design這個melody 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有 reference 很多不同的音樂類型 無論是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80年代 到 就是 contemporary 但是 inspired by 80年代的音樂 嗯 或者 甚至乎是有些 K-pop 就是 那些 旋律的走法 我都explore過 不同的key 不同的tempo 然後我就不讓自己動它 因為有時候我如果動了 我就去回我平時固有的那些位置 我就去回我平時固有的那些位置 那我就 我就 嗯 explore了幾轉之後 我就 我就發覺 其實用這個低低低的 就是 那個音域 去 去玩頭 那個verse的部分 哎 有些生意 對 對 那就 變相 真的 又 驚訝到自己 還有 我覺得 都是一個 對我自己來說 都已經 純粹在說 寫我自己那段 都已經是有一些 小小的突破 對